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日本命理老师 我们的龙宇老师 你好 大家好 龙宇老师 接下来我们欢迎许胜美 大家好 真的 最近战尽新闻版面的就是福元爱跟江红姐 他们真的是被最看好的神轩卷里 真的就是王子与公主美满的婚姻 充满了甜蜜的泡泡 尤其看福元爱每次看老公的那个眼神 就是自带粉红光跟自带泡泡 但是现在怎么会 感觉上新闻就说 他宁愿放弃1.3亿的收入 跟孩子的监护权也要离婚 这么的笃定到底是为什么 对 为什么看不懂 人前粉红泡泡 那人后是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这么多的美好都抵不过什么 然后就一定要离婚 我为什么听到人后是绿色帽帽呢 好 我现在就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变成绿色帽帽 各位记不记得之前他们去上大陆的那个石敬秀 你知道那是他们什么认识几周年 因为那集要讲什么 就是江洪姐假装她忘记了他们结婚周年纪念日 那小爱就有点难过 所以两个人在那边拉锯的时候 突然一下 碰 碰 外面在放烟火 然后小爱就说 我知道大家会为头好 好假 你现在说好假 你那个时候 你说谁假 做节目好假 可是当时看的时候会觉得说 这真是一对现在唯一仅存的金铜玉蜜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会怀疑 因为他们表现出来是很真诚的爱 是一生一世 但是我要话说回来 我认为他们两个人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跟他们成长的背景有关系 为什么呢 服务员爱三岁九个月的时候 就上场去比赛桌球 三岁九个月是什么概念 他的个子只有比桌球高一点点 所以他打球多 要往高的这样 其实真的好可爱 然后你知道他对手是谁吗 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男生很厉害 所以他刚开始跟他对打的时候 一直输 每一次窃球都输 他输到受不了的时候就哭了 他爆哭之后 他就跑到旁边去找他的妈妈 你知道妈妈就直接就拉着他的手 不要哭 哭没有用 他把手拿起来 他妈妈 他三岁四个月是不试字的 但是他已经认识两个字 上面就写集中 就说集中注意力 下面那个字叫时机 抓准时机打败对方 三岁九个月 就他眼泪你知道他用抹的 这样抹一抹就上去 啪啪啪 他把那个小学二年级的男生打挂了 然后那个男生哭了你知道吗 跑掉耶 然后跑掉之后 你知道福音爱怎样吗 他就站在那边 然后那个摄影 那个伯伯叔叔就这样子拍他 他就对着那个摄影 就说嗨 多得意啊 三岁就会知道要面对镜头 那江洪杰的成长背景不一样 江洪杰生产在一个 家庭关系比较紧密 而且全家基本上做什么事情 都要一起决定 一起出游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一个从小没有家庭生活 所以当他嫁给江洪杰 然后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曾经抱怨说 他说天啊 他说他嫁给江洪杰之后 再也没有两个人 单独出去约会过 他说他们出去跨年 去公园玩 永远都是全家人 那对我们台湾的媳妇 可能觉得没有关系 这很棒嘛 全家人的气氛很好 感情很好 可是对小爱来说 可能这样的生活 他不适应 所以他会有这么多的抱怨 所以这种生活习惯的差异 跟性格上的一些 看法的奇异 造成他们其实长久以来 根本就不合 现在怎么办 以后怎么办 如果离了 彼此有什么损失 第一 你在中校复兴站 那个检议站大看板 已经拿下来了 那那个广告呢 合约没有到 我就不方便提了 免得大家想到这个伤痛 你们有发现 其实在 服务爱这件事情 出暴露之前 你打开电视机 所有的那个 都是广告 都是他们 现在全部都下架了 所以就要等他合约时间到 所以这是华言比较要考虑的 那再来就是说 我认为这个婚姻就是回不去了 回不去就是各自会打离婚官司 也就是台湾跟日本方面 他们要怎么样去继续 可是我们往好的方面看 大家都说说 江洪杰没有了服务 冤爱剩下什么 那有网友哭手的时候 就剩下江洪恩 可是我认为 我觉得你们很坏 真的很坏 很坏 现在江洪杰也很红 而且不要忘记 江洪杰跟小爱的经纪公司 是华言 是SHE以前的公司 他们很厉害的 而且江洪杰 现在是华言一哥 所以我相信经纪公司 会帮他好好保住 他现在的光环 媒体一直讲说 服务爱什么什么 隔差婚 他的收入是江洪杰的多少倍 十几倍多少倍多少倍 那他的损失是什么 他的损失就是那些广告 那些广告有违约的问题 但是我不认为 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在友台的 那个运动型节目 真的把他人气 推到了最高点 那服务爱呢 那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损失最大是服务爱 服务爱在日本 他还有那个 某家航空公司的代言 你知道他代言 全部是大广告 而且311的公益影片 都全部下架 所以对他来说 重创非常严重 我认为他在日本 是没有办法了 他在台湾也没有办法了 但是但是不要忘了 他现在最大市场 在中国大陆 所以他才要讲说 他跟横滨大鼓翔平呢 是横滨大鼓翔平 约他出去的 他一副就是要甩锅 给那个男的 因为他要塑造一个 他也是被人家利用的 他 各位 人家都 中国大陆都说 爱讲 小爱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小爱是我们的 你知道过去有 我想要讲一个故事 扶元爱曾经跟张怡宁对打 北京奥运的时候 张怡宁是谁呢 是21座世界冠军的女子桌球好手 你知道他们两个人在打的时候 一路都是8、9、10 就张怡宁一直得分 然后小爱就是0、0、0、0 然后打到10比0的时候 你知道大魔王张怡宁 他把那个球拿起来 蹬 丢在地上 小爱一分 然后第二次他再把球拿起来 蹬 丢在地上 小爱两分 中国大陆送分给小爱 有多爱小爱 我今天问一下龙宇老师 那日本人对扶元爱的事件 有什么看法呢 那个我们呢 他刚刚他说 那个从上市的时候 开始的乒乓球 所以我们的年代的 阿姨的话 那个我们的年代阿姨 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小孩 对 还是自己的那个亲戚的那个感觉 当成他的那个亲戚的 国民妹妹 对对对 所以当然呢 这次的事情不对 但是呢 怎么说 自己的小孩的话 要比较OK 什么都OK 包容 包容的感觉 他不对 不对是我们祈祷 但是我们的年代的话 是可以有一点节修的感觉 但是年轻人的话 应该不一样的感觉 这年长的人是可以 就是学亮 因为那么小的时候 你感觉一直哭起来哭起来 对对对对 好可爱 大家说加油加油 这个感觉吧 对对对对 他那个长大的时候 一直看 他很高兴 他参加奥运呢 什么什么的 是是是 加油加油 他姐夫 啊高兴 这个感觉 所以现在的事情是 亲戚的爱的気持 不管结果怎么样 他现在的那个心理压力 真的是非常大 恐怕比 恐怕比当年打球的时候 要大不到多少倍 辛苦